花莲市民情非营业幼儿园 在圣诞节的时候策划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圣诞义卖园游会 孩子们义卖手作的物品和点心 还有热心家长们提供二手商品等等 幼儿园长刘美莹 在29号特别带领了八位孩子来到了事工所 将义卖所的两万元交给了市长魏嘉贤 全数作为任养路灯之用 民情幼儿园圣圣诞节都会在园内举办圣诞活动 今年有别以往在节庆的元素当中 导入了关怀以及分享的意涵 举办暖心圣诞点亮希望圣诞义卖的园游会 义卖的物品则是由园内大中小班的120位小朋友们 亲手制作的毛球吊饰 家长们也以实际的行动参与 踊跃支持孩子们的爱心活动 结果一整天义卖所得大约有一万八千元 点亮希望等义卖活动 我们把义卖的钱要来事工所 任养路灯 希望大家都平安 刘园长表示孩子任养路灯的想法来自于本学期大班主题课程 马路安全 而课程延续结合圣诞节庆关怀身边的人事物 孩子察觉路灯与道路安全间的关系 进而引导孩子理解花莲事工所长期推动任养路灯的活动 重要性以及意义 孩子们也热切地表达希望能够帮助照顾路灯 让大家都平平安安 为了完成孩子的心愿 幼儿园也将金额凑足两万元 预计任养二十站路灯 因为这次我们其实在大班的课程主题是马路安全 那本身从马路安全的部分延伸让他们知道路灯跟马路安全之间的关系 那孩子有觉得就是那个路灯的部分其实跟安全很重要 那也因为结合我们圣诞节暖心耶诞点亮希望的活动 那透过家长还有孩子跟老师们一起就是做那个意买的活动 那我们就把那个意买的金额也有家长的支持 那一起实现孩子愿意回馈社区 然后做具体关怀社区的一些具体的活动 卫市长代表华林市公所收下任养路灯的善款 并且颁赠感谢状 他表示非常感动 也感谢幼儿园老师用心付出的感谢 带领孩子们体会奉献的精神 那今天非常谢谢明晴幼儿园 那也谢谢博士顿双语学校的校长 一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捐证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孩子 还有家长们一起看到路灯安全 对还有交通安全对于社会上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谢谢家长跟老师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在于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也亲自来制作一些交通安全的影片 那也在圣诞节的一个活动里面 来把变卖的所得捐给华林市公所 当路灯任养之用 那对于他们未来回归社会的一个教育里面 增加了非常大的一个教育上的一个意义 也让孩子们有回归社会的一个心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快乐的童年里面成长 也能够在责任跟义务的童年里面成长 那我们中心希望每一个在花园的孩子都能够越来越棒越来越好 那也特别感谢民企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 那我们花园施工所也会全力的继续支持 每一个愿意为教育付出的机构跟单位 也谢谢每一个孩子跟家长的付出 希望借助这样生动的活动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拨下爱的种子 懂得不出与关怀 同时借此也了解公共设施与民众生活的细细相关 这是一个最具生活体验以及公共行政的教育课程 相信这将对孩子们未来的成长受益终身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